叼产 月月 要不然咱们三个比赛大招弄怎么样 我要是输的话 我就请你们喝可乐 胖妞 我才不喝可乐呢 我这里有雷匹 刚喝完 你看 都空了 叼产 咱们两个比赛 别了 你就别虐我了 你是玩大招弄的大拳 我肯定玩不过你啊 我还是自己玩自己玩 真无聊 哎 这当大拳也不好 连个对手都没有 算 睡会吧 哎呀 舒服 哎 我怎么在这睡着了呀 我刚刚明明在座位上睡得觉呀 算了 不管了 回去吧 解答 哎呦 哎 你们两个技工这么看着我呀 老师 她是谁呀 是吗 这位同学 你走错班了吗 老师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怎么会走错班呢 你 把后面去 我没清楚吧 你让我坐后面 没错 这是我胖妞的座位 胖妞 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笑死我了 你谁呀 貂蝉 人家是胖妞 她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啊 月月都知道 我是胖妞 那个什么胖什么妞 你怎么知道我叫月月 我当然知道你了 咱们两个可是同桌呢 谁跟你是同桌 我们叫啥才是同桌 就是啊 你们两个 老师 你看他们俩装作不认识我 别说他们不认识你 我也不认识你 你在哪个班的 我就是这个班的呀 你们怎么都不认识我了 我们本来就不认识你啊 行了 没啥事 你赶紧走吧 我们这还上着手工课呢 就是啊 你赶紧走吧 是啊 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把我遗忘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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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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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月 你还认识我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当然认识你了 你可是我最好的同桌 胖妞 那太好了 你们还认识我 我告诉你们啊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啊 我梦到 你们都不认识我了 不知道我的名字 怎么会呢 来来来 咱们一起玩起包架 下下下 好 你打个杖子 我把你的起包架 飞你去 好 咱们一起玩 好